欢迎来到如果云知道 高年级生的大小事 问凯云就知道 凯云最常提醒大家什么呢 就是要注重健康 可是有的时候 到底自己生什么病 吃什么药 省说要回准 常常都忘光光 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 很棒 完全免费 而且是你个人专属的医疗秘书 就在你的手机里面就有了 APP里面 你找到这一个APP 叫做健保快易通 健保快易通讲到这个 可能很多人就想到了 当时我有用它来预约口罩 或者当时有用它来预约疫苗等等 没错 就是这个健保快易通 它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健康存折 包括医师 他在看诊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 好 你下载完健保快易通之后 我们点进来 页面当中看到橘色的框框没有 写着重要讯息 因为现在因为COVID-19的关系 所以你到底什么时候打疫苗了 打了几剂疫苗 有的时候小黄卡要找半天 现在不用带小黄卡了 健保快易通里面 其实都写得很清楚 你点进来看重要资讯里面 点进来 你可以看到原来你打了第一剂 打了第二剂 旁边有一些摘要 还有明细等等 包括你什么时间 在哪里打的第一剂 那么第二剂又是什么样的厂牌 就是时间 那么在哪一间诊所打 以及打哪一个厂牌 上面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的 还有追加剂还没有打的人 你就可以算算看 你第二剂打完之后隔三个月 就可以赶快去打第三剂的追加剂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里面就有你的打疫苗的记录 如果现在出入很多地方需要小黄卡 你忘了带的话 就在手机里头就可以查得到了 那你可能会想说 你刚讲的这个医疗小秘书到底在哪里 有的时候自己都忘了看诊 一大堆药也不知道自己吃什么药 到底要怎么样可以知道呢 好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看到上面有个首页 首先我们要来看自己的就医记录 所以在首页当中的第三项就是 就医以及用药记录 我们把它点进来之后 它这边很棒 它有三年来 你所有的就医跟用药记录 都在上面可以找得到 所以 比方你哪一个年度 看了几次医师 还有你付了多少钱 这边都知道 我们继续的往下看 这里分成几个类别了 包括了你的就诊记录 就诊记录它很贴心的分成 西医 中医 还有牙医的部分 那么我们点进最近一次就医记录 来看好了 原来你去哪一间医院 那么疾病的分类是什么 因为什么原因去看的 当时你付了多少钱 部分负担 做了哪一些检查 还有很重要 医生开了什么药给你 怎么吃 这边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比方以我手机里头 这个用药就达到了 一二三 有三种药 它也告诉你总共给了 五天的剂量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到底要怎么样来用药了 另外 非药品的医嘱 医师有没有提醒你说 过多久要再回来回诊 或者用药的时候 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这边都写得非常清楚 这是有关就医记录的部分 刚提到就医记录分三个 西医 中医 还有牙医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你的用药记录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 我们到了 包括药局等等 那么想要让药师看看我们的用药 你就可以直接点到用药记录 用药记录这边记录了三年的用药哦 包括你哪一次门诊 用了什么样的药 那么用的药量是多少 用的药量是几天 都可以让药师看 那么他就可以帮你做相关的评估 比方好了 如果有人是皮肤方面不断的过敏 他可能就看了皮肤科 皮肤科可能有用一般的药 他可能自己想说 我要到药房去买 用X的药好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要先问一下药师 到底适不适合我是不是要吃了药 在外府的擦药 这个时候也可以让药师来做一个参考 用药记录当中还有一个呢 就是慢性处方签的用药资讯哦 慢性处方签如果大家有三高的问题 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糖尿病等等 他会有长期的慢性处方签 你在这里就可以查到你的用药记录是什么了 也避免如果有一些高年级生啊 他可能因为有的时候胃痛 诶或者是有的时候心脏不舒服 就看了不一样的医师 但他可能开了类似重复的药哦 这样对大家健康就有影响了 所以在这边慢性处方签也可以看到 哪一些你是持续在用药当中的 但是可能要提醒大家 你不能拿着你的手机去跟药师领药 这是不行的哦 你还是要拿着医师他开的处方签 才可以到药局去领慢性处方签的药 除了就会记录用药记录之外 另外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会做检查嘛 比方呢有的时候 如果跌了一跤骨折了 我们要拍X光 肺部做检查也要拍X光 或者有时候牙齿方面呢 他也会拍全口的相关摄影等等 那么这些记录也得在我们的健保快通 医疗秘书都帮你记录好咯 在你的手机里面这X光的样子 他就会呈现出来 你跟我看不懂 可是医师看得懂啊 所以呢也就是说在你的手机里头 你至少这个影像就已经存在里面 过去我们的做法是 可能我今天在台大在荣总看诊 我需要一张X光 我还要回台大或者回荣总去申请 非常的麻烦 而且周车劳顿 但现在在手机当中就有相关的记录了 我们点到了检查 也就在首页当中点到了检验检查结果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往下滑看到了一个影像或者是病理检查报告 以这个手机里面的资料来看好了 因为我们这位同事呢他骑车然后摔车 所以他当时做了一些脊椎检查哦 哦在哪一间医院检查 那么到底照了哪一些呢 这边都写的相当清楚 下面还有一个浏览影像内容 我们点进来看 好出来很明显他是在髋关节的部分 骨盆跟髋关节的部分的一张X光片 所以这个时候 医师就可以做很好的判断了 而且如果你有时候一开始骨折 然后去大医院 但接下来后续治疗有没有好一点 三个月六个月之后 如果想要在家附近诊所的骨科啦 或者是其他的诊监的话 诶这就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带着走的 相关医疗资讯 另外呢 还有一个很棒的提醒诶 你会不会常常忘了回去看诊会 对不对 诶他还可以当你的小秘书 我来提醒你哦 怎么提醒你呢 好我们再点回首页 首页当中有一个贴心提醒 贴心提醒我们把它点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自己设定项目 比方我设定项目说 我几月几号要去牙医洗牙 或者像我们这位同事呢 他因为脊椎受伤的关系 可能后续要追踪 他几月几号要再回到诊间 让医师来后续追踪看诊哦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设定好 比方说我设定在三月三十一号好了 我要去洗牙 我就写上洗牙 好 好我写上洗牙两个字 现在呢 我就把它储存起来 哦他写储存成功了 诶就在三月三十一号之前 他就会主动通知我们了 而且这样也不会因为太忙事情通通忘光光 我觉得这个提醒真的非常棒 那你可能会想说 诶我平常不会这样忘东忘西的啊 好像我们家的高年级生 我的爸爸妈妈比较需要诶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服务 因为这个健保快通是政府建制的 也就是各大医院之间 它可以互相串联 所以呢 也可以让子女来关心爸妈 知道爸妈看诊的状况 还有这个包括用药的状况等等 以及提醒爸妈要回诊的状况 这个时候要怎么用呢 我们回到首页哦 那么首页当中12345 第五个健康资讯分享 眷属管理 这个时候你就要拿你爸爸 或你妈妈的手机过来 他已经同时下载了这个APP 那么这个时候拿爸爸的手机过来 当然经过他的同意啦 好眷属管理 这个时候拿着爸爸的手机 然后有一个叫同意他人查看 也就是我的爸爸同意我 郑凯云来查看他的相关资料 那么同意他人查看之后呢 新增同意对象 好他有一个同意书 问你说你是不是真的确定 可以让这一个人来查看呢 你就点下右下角的是我了解 接下来你就可以写上这个人的名字 像我就写上郑凯云 写上我的身份证字号 出生年月日 还有我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要查看爸爸的 所以呢关系就是父女 接下来我们按下 按下来之后呢 诶我就可以收到这个通知了 说诶有一个爸爸就是正爸爸呢 他已经同意你可以查看他的相关资料了 所以子女这个时候要在哪里查看呢 好就在我们刚刚提到的 卷属管理里面 刚刚右边是同意他人查看 对不对 左边这里写我可查看 所以到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我爸爸的名字在上面了 那如果同时帮我的父母设定 或者帮孩子设定也可以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你同时 用这个健康的医疗小秘书完全免费 个人客制化 还可以帮你照顾你家人的健康哦 再提醒大家哦 如果你要用卷属管理的话 很好代表你关心你家人的健康 所以这个时候记得是拿他的手机 在他的手机设定 设定爸爸或妈妈同意你来查看 不是用你的手机来设定哦 记得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下载下来 而且真的是来好好运用 也避免一些相关的医疗浪费 比方已经预约了要去看诊 却忘了去 或者是有一些药 哎 重复再使用 这可能会造成相关的危险啦 所以就用这个医疗小秘书 来提醒你吧 让你跟家人更健康 如果云知道高年级生的大小事 问凯云就知道 我们有很多相关的手机教学影片 都是希望让大家在生活当中 运用科技让大家活得更好 那么活得更舒服 而且活得更健康 所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健康2.0 YouTube 频道会员 专属课程 医生仪式乳癌篇 我将在四周的课程中 带你你深入浅出的了解乳癌的预防跟治疗 乳癌其实不可怕 赶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 频道会员 超值活力班 均荣养生班 都能线上观看专属课程 还有好理等着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